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爬楼机收到货怎么安装 首先把这个磨撕掉 说明住在这里 这是机器的扶手 首先把这儿磨撕松开 松开以后把扶手从这里 这个航空插头插在电机左边 这个位置 上面有螺丝帽 直接上扭就行 这个是铺银器 这是电量总开关 打开之后电量显示会亮 上面格格是电量 下面是电压 一般你看这个工作时间的话 你就看电压就行 一般到40% 这个电压显示40之后 基本上就没电了 然后这个是调速的 这边是慢 这边调 是快 这个是上下楼切换的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怎么用 这是总开关 打开电源之后 这儿亮了之后 从把这儿调成你需要的速度 上下楼切换 这是上楼的 需要下楼的话 把这儿再往回掰一下 让它往反转就是下楼 下面跟大家说电池是怎么拿出来的 首先关掉电源 拔掉这根电源线 把这两个梅花轮松开 把这个线往上提了点 电池往上提 就直接拿出来了 谢谢大家